楼村老家怎么拍呢 今天暖风几招去教会你 快过年了 我们回老家的时候该拍起来了 首先我们第一步 以这个树为前景 来带出我们这一片房子 老家的房子 树为前景的时候 树是一个石井 看到屏幕里面它是一个石井 然后房子这边是虚景 然后来一个一被交据横移拍摄 到这个房子的时候 然后的话房子就变成了一个石井 拍两段去村子里面的路 家前屋后都有路 咱们来拍两段推进 0.5倍广角 然后来一个推进拍摄 这是第一段 给村后的房子来一个仰拍 横移 来拍摄一下 横移 走到村口看到打道鼓庸的这个石链子 这是一个老物件 我们再来去拍摄一下 就是环绕一下就可以了 从左到右来进行一个环绕拍摄 家门口的这个路上 我们再来一个推进拍摄 同样是手机打开0.5倍广角 然后低角度仰拍推进 OK 紧接着我们来到了这样的一些老屋子跟前 这样的一个玉米结干 玉米结干它放在这里 这个冬天它显得就是说 比较与这个老房子 它枯枯的玉米结干 它就形成了一个对比 然后我们以玉米结干为一个前景 一倍焦距横移带出我们这样的一个老房子 到了村里呢 什么有特点去拍什么 拍家前拍屋后 拍这个房子 拍村里面的一些小狗小猫啊什么的 然后的话我们来到这一片菜园子跟前 大买菜 来个低角度横移拍摄 手机放低了 然后一倍焦距来一个横移 通过这个电线杆呢 我一个前景来带出我们门口的一个画面 来一个横移拍摄 拍一个过年咱们做汤圆用的一个糯米面 在这边晒呢 咱们拍摄一下 还同样是低角度横移拍摄 来一倍焦距横移拍下 拍一下房顶上面的鸽子 这个房顶这个屋檐呢 和这个蓝天呢 刚好它有一个线条 鸽子这上面呢 刚好有一个简洁式构图 好的 我们打开手机的二倍焦距 二倍焦距 然后呢 来个横移拍摄 拍下屋后的这一个环境 这里有个礼拜园子 我们用0.5倍广角 然后的话来一个一样的推进的往前拍摄 这边刚好有棵桃树 这个桃树也怎么拍呢 那我们就对着天空去旋转一下 来 打开一倍的焦距 然后的话在天空这样子 我们来一个旋转拍摄 线条也有了蓝天 非常好看 给屋前的丝瓜架来拍摄一个镜头 通过一个仰拍推进 然后降镜头去拍摄 预备焦距 然后我们刚好有蓝天 然后向前先推进 对吧 然后来降镜头去拍摄 最后以这个幸福之家来做一个收尾 新农村新面貌 我们从侧面来一个后拉 斜后拉就可以了 侧面 然后看到屏幕里面现实剩下 对吧 然后的话点击拍摄 我们来一个后拉拍摄 OK 最后一起看看效果吧 好 家乡那棵红枣树 盘着我曾住过的老屋 有过多少童年的往事 记着我曾走过的路 到处离开家的时候 早说花香开白枝头 每当我孤独的十里后 就像清家乡一草一木 我们的往后 家乡那会不会放手